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出席自家宜蘭黨部在地活動 又被問到高鴻安涉彈案 我猜他心情很亂 我也很亂 我到半夜才發彈給他 即前一天稱高鴻安沒有貪污意圖 供基金制度不是他發明 隔天再為愛將報區 臉書寫下民眾黨是新的政黨 從沒進過立法院 高鴻安也是政治素人 更稱當時自己忙於台北市政 對於立院運作不清楚 更質疑從重量刑是否能展現司法公平正義 一番話讓民進黨新北市議員卓冠廷 忍不住吐槽 柯文哲的意思是 沒當過立委 所以不知道不能貪污嗎 律師也反擊貪污最基本刑期就是七年 而回顧時任臺北市長柯文哲 當年對貪污深惡痛絕 如今也被翻出金句打臉 對比柯文哲前後說法似乎出現亮套標準 而黃國昌只以文字低調聲明 連結是政治人物基本要求 支持高鴻安上訴拼清白 至於二零一八年曾主張貪污公職與政黨 應該連作罰 政黨因處犯罪所得的罰環 系統性涉灘要進行給你做 這本來就是我們一向的主張 至於民眾黨對於接下來新竹選情 也曾沙盤推演 傳出柯文哲鼠意黃國昌結棒 這誰講的 高鴻安涉灘案讓民眾黨陷入低氣壓 恐怕也讓柯文哲一個頭兩個大 三世河盆主婦長一小組 新竹才不懂